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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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对于东风41周际导弹来说 威慑力显然要大得多 即便台在第一也无可厚非 但是与高超音速导弹相比 依然有被拦截的可能 而对于高超音速武器 美国还没有任何反导系统能够做出拦截 而且未来有了这种高超音速武器 打击卫星变得更迅速更直接 完全可以改变战争局势 这样的高超音速武器 不管是直击美国文土 还是打击美国航母 只会让美国无可奈何 被排在第一位 也算是非常的有道理 你觉得呢 我订阅 感谢观看